国语有生善书 一致拱横堂善书 道场点滴即是道 主著先佛为诸天神圣 孙不二先姑 蒋 萨二成颤 在道场上修行之修子长云 修行大道 要进入甚深微妙里地 一昧由教法中深入 不但本宗教法鲜有不足 仍要兼会他宗教义 不能说不对 但是却忽略了很重要的功课 所谓修行 是修行甚深精微妙地没有错 但是修子是人 基本上是人就会犯错 恐圣人由不敢以完人自居 况呼凡夫俗子 所以修子自然难免有错 有错就要改 但不是口中说说而已 仰法中 法曹定罪于人 其量行轻重的一个普遍标准 及示范后态度 所以道场修子要改正以前的过错 就是要见己履及的诚心忏悔 所谓具体 当然就是做法的诚意 例如养法中对于过失 不注意开车撞伤无辜者 你有诚意去和解赔偿医药费 及慰问金 具体地做到了抚平受害者的身心 法曹一定会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 修子意如是 在以前或现在 你做了伤害于人的事 不论有心或无意 不论已知或不知 这个伤害所牵引的业障 或许为如养法判刑的感受 那么立即与直接 但是 他对修子的影响却是如影随形 就像你要深入教法 但他却如复古蛆缠绕阵着你 让你圣与凡都不能平顺如意 因此忏悔文开章明义集说 我今成忏往昔所造诸恶业 但是你要忏悔 就要具体的实践 不但佛前 神前 要实时心诚意证的忏悔 主要的关键就是不能再犯 否则你天天忏悔 却天天犯错 那么图具形式而已 许多道场之神思常告诫门下 必须实时忏悔 并且实时提醒 切勿重蹈覆彻 用意即是在此 成忏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动能 其所可感召不可思议之功德 福德 在佛说中已记载分明 为何成忏得有如此不可思议之动能 因为当一个人心诚意证 专注一念之时 可以凝聚自身能量与其心动念之刹那 更因为此意经成专注的心念 提升自身不可侵犯的防护能量 此意能量无远弗界 更可以穿透无数空间及不可知之障碍 当你起心动念成颤如仪时 诸佛赞叹 上圣加冕 神思护法 消灭罪业是理所当然 但是 为何许多修子力行忏悔 却未有如此响应 关键就在你的诚心够不够 你的悔意间不间 如果只是行礼如仪 内心里为具足心诚意间 那么 充其量也只是一点 例行功课的功德而已 就像是你在法庭上 口说我错了 我忏悔 但却不肯赔偿人家的损失 徒留行事 毫无注意 无有失为证 专程一念赶苍天 好聚灵能永远传 灭罪消灾除祸恶 免期修子寄心田 一 精进修道者应注重各种小细节 从小细节观察并用心 相信可以更进一步得智慧精髓 二 修道一定可以改变命运 若没有 请检讨自己有没有犯错 长造口业 不孝父母长辈 望大家可以尽孝道超拔先祖 妙语神奇 有缘魂 动物魂 自己与亲友生前筑集至 浩天子寿灵修愿或无极正道愿正果回天 更希望能正入弥勒净土 弥勒内愿乃是超越生死之大圣菩萨境界 无极正道愿准与永托轮回 若想要消业障与因果冤亲之方法分享 一 一贯天道之修子可以参加愿颤班 忏悔班 真实忏悔后 落实道场工作 并广度众生求道 二 义赤拱横堂每年皆有法会参赞 法会总荣誉功德 主可以消除欺恃所有因果公案 或者选择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三 拱横堂圣书县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书例 四 若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五庙明正堂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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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堂封堂圣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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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一赤拱横堂有为 新宗弥勒道场 千佛墙 五度母转经轮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 一赤拱横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